萧夫人进来 一见到徐卫 马上上前好恩怡地行礼说 徐先生 果然是你大驾光临 小女子郭君仪 见过徐先生 原来萧夫人的名字叫郭君仪 这个名字真的挺雅致 徐卫和萧夫人两个人 互相行礼之后 说回你当年的京城救世 大家都不知道多有感慨 林曼明见到萧夫人和徐文昌 为了这十多年的分别 感慨万分 他不敢拧拧头心想 唉 你们这样的分别就这么感慨 如果知道自己的经历 恐怕你们即时都要收口 只可惜 他这个穿越时空的经历 是一个注定不可以和人分享的秘密 也只能收声 萧夫人笑着说 当年 我在京城求学的时候 对徐先生就无比景仰 大家一班学子都以先生为我们的榜样 想不到一眨眼二十年 先生你的明星全遍天下 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哎呀 实在可喜可可可呀 徐卫领领头 唉 不要提明星这两个字了 都是明理误人啊 徐文昌到了今天这样的年纪 才明白这个道理 明理这两个字 就好像天边的浮昏 看起来很美妙 实际上 开人不浅 为了这两个字 都不知道担搁了几多人的幸福姻缘 萧夫人听到忍不住有点奇怪 林满榮呢 她就知道 徐卫有感而发 她当年 就因为看重明理 误了苏青年的忠生 到老来才明白 始终呢 都是迟了一点 虽然 现在可以重新取得美人归 但是恐怕 剩下来的好日子就已经不多 萧夫人不知道其中曲折 当然是不明白她说话的含义 文昌先生这几年过得好 嫂夫人和公子小姐又怎样呢 萧夫人的年纪明明被徐文昌小了二十多岁 为什么还是以嫂夫人来称呼的呢 他们的读书人都不知道点论规矩 徐卫叹一口气 内子过身多年 我个儿子也早就成家了 至于个女儿 唉 不要提了 哦 什么嫂夫人这么早过身了吗 一个这么严良熟得的女子 哎 老天爷 不有时都这么不开眼的呢 对了 徐先生呀 你刚才说指引她怎样呢 说起徐文昌的女儿 萧夫人面上忍不住闪她一丝微笑 我记得当日离开京城的时候 她还梳了两条阳角边 是个未够十岁的小丫头 现在呢 都不知道靓城怎么了 她的夫君又是哪个人事呢 哎 我这个女儿 真是不想再提了 郭小姐有空去京城就帮我劝一下她 她小时候 很喜欢跟你玩在一起 你的说话 她大概还听得进去吧 露取的女儿 林晚宁隐隐约约记得 徐卫提她一词 据她说 她的女儿 无论学识见解 都比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才学的徐卫 还要高出一筹 现在见到徐卫满面愁容的样 显然 女儿有什么难言之忍 不想说出来的 哎 难道她的女儿这么厉害 连老徐都搞不定 萧夫人一同徐卫 又说起京城救市 是 那真是够了长篇 当年的哪位公子 现在呢 究竟做了什么官 拜了哪一省的大园 又当年的哪位归角小姐 后来又嫁给哪个 哪位当年的老师 就已经过身 皇上追赠了什么封号给他 你又迟 萧夫人流露出 林晚宁从来都没见过的另一面 他和徐卫这个当朝第一谋臣 说起说话上来 居然也是充容不逼 一点都没有落在下风 隐隐约约 可以想见他当年风采 林晚宁不由得想起 那晚危大叔说过说话 似乎当年 都有过很厉害的大人文 暗中的迷戀 萧夫人 现在听过两个人 谈了半天 公子小姐提起了不少了 但是真的没搞清 他的大人文究竟是哪一个呢 听听下 林晚宁也免得再听下去了 拉着高游走出来说 高大哥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哦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林公子 有什么说话 直说就是了 好 高大哥你真的够爽快 小弟佩服 他吓吓一声 就将在桃苑营那里 听回来桃东城的遭遇 他说了一次 原来当日 桃苑营醒了之后 走回头 就见到一个哥 躺在地上 来满面通红 哇 那个额头 好像着火那么兴 他又不知道怎么算好 又怕着自己被人侮辱了 坐在路边大哭起上来 后来 等那些家长来到 那些接应他们的家长 毕竟有些是走过江湖的 一看桃东城那样 就知道 他肯定被人落了迷藥 于是找些冷水潑醒了他 怎样他一醒了 桃东城被林晚宁喂下去 那些蠢蠢就即时发作 见人就想 见面就吃 一大叫 哎呀我要女人啊 女人啊 女人啊 这样 哎呀 看他喉琴到的样子呢 似乎如果被他遇到一个女人 就算这里大街大巷 周围很多人看实 他就即时来东西了 那些家长 看到这样的情形 哎呀 哪敢态慢啊 马上就将他 带到前边的小镇 找了个风月场所 帮他叫了四五个妓女 哎呀 足足搞了成一日一夜 搞到他桃东城呢 几乎起身都起不了了 真是周身力气都涉尽了 他这么才肯罢休 从此之后 不知为什么呢 回到我家里他整个人 好像变了一样 一日呢 就在榴莲烟花场所 由此可见 当日高游 比林晚荣那些春药 多么厉害了 好了 隔了没内 高游施展在 那个淘东城的命根子 那些手法就即时见效了 淘东城又日日 入去千花柳巷 那里尋花问楼 就变到回家 叫那些烟花女子来 跟他寻欢作乐 但是再过了一段时间 唉 喊着那些女子来 都很快就赶回人家 一日就被一日没心机 一日就不是扔东城 就是骂人 搞到呢 整个淘虎不得安宁 淘宇和她的女儿淘婉盈 无论是怎么劝 都没办法劝得她听 眼见着淘东城 一日瘦的一日 骨瘦如柴没来心机 变得是整个废人 淘宇都不知道 多么伤心 而淘宇盈 也都没了心机 现在呢 还变得有点怕回家 这番说话 都是她今早来送扁雅的时候 偷偷地跟林晚宁说的 也都是难为她 家企出了这样的事 自己的大哥都变成这样 简直就变了太 平时她又哪敢跟其他人说呢 甚至连那些丫鬟洗婆 她也一律严甘 对外边 绝对不能说少爷半句坏话 但是 天天天回去就面对着个这样的大哥 哎 自己真的够了心 好不容易才找到个知道内情 不会再跟他散开去的 林晚宁的申诉一致 林晚宁肯定听得很疏干 今天一见到高友 就立刻跟他分享这个故事 高友听完之后忍不住 吓吓大笑 高 真是高 这样一来 就算没打残过小子 他现在都肺硬了 公子你真是高招 林晚宁领领头 我哪里算高呢 是高大哥你的手段才是真是够高 你那些春药 简直就是天下第一 那当然了 我这只脚要制廉都很不容易的 我用了很多珍贵药彩 什么狗几 当归 藏红 花 虎边 绿边 红边 全部都塞在里面 还要慢慢搞云搭配好的 不是吧 林晚宁有点怀疑 看出他一眼 其他还好说 藏红花你都用了 你以为治疏货病吗 林晚宁暗暗好笑 哇 原来有这么多好材料 真的好弱好弱啊 只听到令人热血沸腾 心抗神疑 高大哥 不知道 可不可以做几斤 给我旁一身呢 几斤 高油真是倒吸口凉气 这个林公子一出手 真是够厉害了 人家要几两呢 都已经不得了了 他一开口 他要几斤 还说要来防身 喂 哪个人见过用春褥来防身的 高油就拍拍他肩膀 四周围望了几眼 见到没人看到 没人听到 那才小小声说 小兄弟 不是我这个做大哥的 还你 你还这么年轻 玩一下就算了 怎能这么拼命 搞到自己身子都空了 高大哥 你放心 小弟天赋异品 实力超群 人送一个绍号 叫做 女人黑声 男人天敌 既然兄弟你这么厉害 又何必要这么助兴的东西呢 我这个以防万一 你也见了 我各方面的能力都这么厉害 这样肯定是招人妒忌的嘛 如果将来再遇到 淘冬成这样的事 我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 让他吃些春药 然后再混一条 癫狗进去屋里面 嘿嘿 高油听到 都不如在周身打着冷震 想起他沈鹿中平那次 几句说话 就搞到他姓鹿的 全身震晒 即时急急忙忙地招工 可见 如果要和这个林公子作对 他就认真是买棺材 不知道 订定了 好了好了 林兄弟 那我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你小心使用了 他在三袋里面 拿着个白色的袋子 递给林晚宏 那我的全货 都在这里了 林晚宏笑一笑 接过他手里面 还没来得及放好 就听到萧玉玥在里面说 咦 林三 你手里面拿着什么来的 呃 没事 面粉来的 面粉来的 那个这样的林晚宏呢 瞎眼都不眨 面色都没变到 即时大大方方的 就把那包春药 就放入自己三袋了 咦 大小姐不是回去了休息了吗 为什么又出回来呀 萧玉玉笑一笑 啊 你那包什么面粉来的 拿来给我看一下 呦 这些东西怎么能给你看的 林晚宏就立刻收好东西 面粉就是面粉了 大小姐看来干什么呢 鬼鬼祟祟 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来了 我听到下人品告 说徐先生来了 所以特地赶过来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他聊聊呢 哦 夫人跟他聊聊聊嘛 那我就拉高大哥出来聊聊聊 高游就马上回答 没错没错 我跟林大哥聊得正是高兴 就见到大小姐过来了 萧玉玉一听 妈妈跟徐先生聊聊聊 就不是那么急进去 站在那里跟高游聊了几个聊天 似乎有点心不在言 聊聊聊又看看林晚宏 好像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始终都没有说出来 高游的人都很醒目的 一看这样的情形 就知道你这个大小姐有事要跟林三说 马上就说 我进去陪陪徐大人先 梁卫慢慢聊一下 一闪神 他也进回去 等你一走 林晚宏才笑着说 大小姐 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林三 那件事 你听到没有 什么事啊 大小姐 你说清楚点 行不行 真是笨的了 洛小姐要招亲那件事 你听到没有 今天已经有第几个人提起这件事 真是奇怪了 表少说他知道 后来你的丫鬟说 又说骂到满城风雨 现在大小姐又提起 说骂到在赛斯会招亲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 偏偏他的弟弟骂远都不知道的呢 林晚宏点一点头 哦 我听一下表少 和丫鬟说起过 那你准备碰 什么碰 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的 笑欲若见到神态这么坚决 好像不是说假的 当堂面上就有几分笑容了 这么对 跟你真的没什么关系的 听过跟我没关系 为什么大小姐这么高兴呢 喂 人家洛小姐哪里得罪过你大小姐呢 你好像恨不得她马上嫁出去 其实这件事 我今天就问过鹿仔的了 连他都不知道 我想 这些传言 说不定不是真的呢 是吗 那就应该不是真的了 我刚才回去 都是听到几个丫鬟说起而已 啊 连那些丫鬟家丁 全部都知道了 喂 那看来这件事 真是搞到满城风雨 嗯 那应该无风不起浪的 林三啊 如果这件事真是真的 你会不会去蔡司会啊 萧玉玉小小声问完一句之后 诶 听不到人答哦 又问了一次 的还是没人答 答过头一看 原来这个时候 林晚榮呢 看着她花圆的鲜花 正是出神 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林三 林三啊 啊 大小姐 你在说什么 萧玉玉 刚才问那两声的声音 好洗 又刚好林晚榮 真是出神 所以呢 就真是听不见的 萧玉玉 见到她居然 不听自己的说话 哼一声 当同转转头 就再也不望她一眼了 喂喂喂 我刚刚发了一阵牛头而已 啊 用不用又觉得 好像得罪了你这样啊 林晚榮笑一笑 她也都不哄萧玉玉 两个人站在花圆里面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一下子 她的气氛 就即时冷晒了 过了阵 萧夫人笑着走出来说 林三 你跟我来 萧玉玉 咳咳咳咳 娘啊 你叫她做什么 啊 我有点事 要跟她交代一声而已 玉玉 你进去 跟徐先生 聊聊 那边呢 等萧玉玉玉 应声进去之后 那边呢 萧夫人 叫着林三 进去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 不知是因为故人重逢的关系呢 萧夫人 萧夫人今天真的满面 掌握着京城呢 萧夫人 窄一窄 望着她一眼 哪里是挂呢 只不过 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间 心里面一阵感慨 其实 京城固自然有京城的好 江南也都有江南的妙处 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 始终都是要这么牢狠 林三 你的眼力的确不错 难怪文长先生 这么看重你了 哦 很简单而已 好像我的这样的人 被文长先生看重 就像吃饭睡觉 一样这么简单 你的面皮真的够厚的了 是啊 林三 你知道我来找你 是为了什么事呢 哦 难道要跟我加薪了 夫人 那怎么意思啊 骂骂夫妇加回十几倍就可以了 又来的油康滑调了 其实我今天找你 虎妇都为了对付百年狡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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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 我会不会要你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何况你都不是这样的人啊 林三 你对我萧家的功务 我记在心里 可以说 没有你 恐怕就没有我们萧家了 这一点 我和玉玉都很清楚的 你放心吧 只要你努力做事 适当的时候 我会给了你想要的奖励你的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个萧夫人 比大小姐还要搞滑 大小姐有时都会真情流露下 这个萧夫人呢 除了放下烟霧弹之外 从来都没见过有什么真动症的 多谢夫人掌赏了